请您提出五个问题 他没见面 每年都好久没见 哦那真的好久 第一个问题还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爷子 老婆子 神好放 著名导演 编剧 制作人 邂后导演了贫嘴张大明的 幸福生活 任长霞等 多部影视作品 被大家所熟知 他与马林多次合作 今日意外现身舞台 还将爆料哪些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老爷子 神导 您好 您一出来我都要掉泪了 好久不见呀 你看马林哭的 我实际上在 老爷子 不到一个月吧 收到过马林的一封微信 哦 真的呀 来来来 微信里这么写着 老爷子 我想你 真是没想到就这么见面了 你看 是因为那天 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小小的片段 是他导的我演的慈禧那个片段 然后我突然看到的时候 那个人说 这是哪个年代的戏了 然后就看那个画面的精致啊 和那个 真的没有落过一点点镜头 没有让你的表演 受一分毫的损失的那种精致 然后我一下我说 我说这是神好放导演的 颜亨 对 对 然后就把那个片子 就转给了神导和马导 对 但是今天开心吗 神导来 我来 都年轻 从年轻看我 我突然变老了 其实很奇怪 我也被他这种精神给感动了 这个 我不知道该说了 因为其实我要说 我们想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 神好放导演呢 当然是我们中国 最著名的导演之一 更重要的是 他是我跟王文念老师 特别崇拜的人 真的是 因为其实我们 没有怎么合作过 但是呢 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认识了 然后我其实老给神导发微信 咱俩联系应该最多吧 对 我老问他 您身体怎么样啊 什么的 我每次都想了去看看 有好多人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都说 感谢神好放导演 好 好